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多了 石一 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啊 没有 你不想说也可以 不过我也得提醒一下你 你最近的治疗进度比较缓慢 按照这样的速度 想在下学期解剖课程前 能够完全治愈有些困难 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 别让其他事情干扰到你的治疗 我知道了 顾医生 谢谢 结束了 嗯 医生怎么说 就那样 就那样是哪样啊 还那样呗 你要不说我自己去说 你没看人家顾医生正忙着呢吗 不要打扰人家 耽误人家时间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 他就说我最近太紧张了 让我放松放松心情 没了 没了 不是 放松心情 怎么放松心情啊 这 听听音乐什么的呗 这个简单 黄俊在宿舍就能给你治 得了吧 他不吵死我都谢谢他了 我肚子好饿啊 我们去吃饭吧 请你吃饭 当蟹里怎么样 那我要吃三十堂的鸡排 一说到吃你就两眼放光 走吧 大驼 你能好起来 是我最近最开心的车啊 沾味去 正好阿姨 好的 我要一份丸子 怎么了 看到我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你还生我气呢 我早就不生气了 你 你胳膊好点没 没事吧 小菊 那天您又脚腕伤了 心情又特别不好 我怕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事 所以没有去电影院啊 对不起 我知道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我已经没事了 小菊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你最近要是不忙的话 能不能多陪给人用 他这个人 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事 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他去参加认证会 也是为了发戏一下 换换脑子 脚上的伤也没好 我还挺担心的 我会去陪他的 而且 他最近不是分手了吗 你也可以去陪他呀 我会的 谢谢你啊 小菊 嗯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吃饭啊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小菊 走对面去 我跟程狼有话说 你们在那儿坐着 不也一样说吗 嗯 怎么了 我给你看看伤啊 坐对面怎么看啊 嗯 跑得还挺快的 红印的快没了 本来也不严重 那我就放心了 吃饭吧 鸡排